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佛所书 我们要进入第五章 对吗 好 我们就要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十四节 我要先请弟兄们 弟兄们念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 今天主要就两个大的段落 一到七 预备 请 所以你们该好像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新乡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至于伴兵 贱惠 或是贪婪 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 方和圣子的体统 吟词 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想 总要说感谢的话 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 是无论的 是有贪心的 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恨的 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不要被虚伏的话欺吼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第八节 姐妹哦 预备好了吗 姐妹一起 请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 在主里面的 行事为人就当向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 公义诚实 总要查验和为主所喜悦的事 那安慰无意的事 也要与人同行 道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来也是格式的 凡是受了责备 就被忘卸进出来了 因为不现能显明的就是时光 所以主说 你这睡着的人 当然醒过来 从实力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 好 读到这里 我们再把第十四节说的人 我们再把第十四节来念 预备 请 所以主说 你这睡着的人 当然醒过来 从实力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 OK 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一段的经文档中 我们来思考一个信息 就是最后一段他说你们这睡着的人怎么样 当醒过来 记得你不是故意醒不过来 对不对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一些信息 我们其实是不明白 当不明白的时候 其实是怎么样 就是睡着的人 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装睡 我不知道 装睡的人是觉不醒的 对吗 OK 好 但是今天我不管你是不是装睡 可是我必须要说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睡着的 可是我希望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 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 被唤醒 被叫起来 你怎么不知道你有先知性的恩赐呢 你怎么不知道你有使徒性的恩赐呢 你是不是愿意被唤醒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应当要醒过来 昨天傍晚的时候我们其实办了一一一一 这样子的一个很特别的 我可能不会约你 两百个人挤在这里 其实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们尽可能在一开始活动开始的时候 把温度降到15度 对不对 可是等到两百人进来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说热这样子 OK 好 但是没有办法 感谢主 昨天我们在这当中 有蛮多的人 然后我们就让他们可以彼此认识 对不对 然后有一些人上了台的时候 他就介绍他的职业这样子 然后就有一个人上来说 我的职业是基隆业市 我们就奇怪 职业是基隆业市 原来是他话讲得太快了 他是金融业的 你知道吗 OK 好 我想说奇怪 怎么这么多人在基隆业市上班 因为我们这里距离基隆比较近 是不是 OK 好 原来是金融业的 就从这里来开始 我来谈一开始的一个小故事 其实我的父母亲 其实也是什么 基隆业市的 OK 好 就是他们其实 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在银行上班 所以他们其实在银行先认识 在银行里面彼此互相欣赏 最后结婚才有了我 OK 好 我们华人的俗语常常讲一句话 叫做龙生龙 然后鳳生 鳳 老鼠生的儿子会怎么样 会打动 我不小心老鼠会不会打动 但是我要说他要表达一个概念就是什么 父母亲是怎么样的 他生出来的儿女就是怎么样 这个概念大约 不一定都完全是对的 对吗 OK 可是大家就会觉得他在那样的环境长大 他理论上就应当要有这样一种生命 或者有这样一个恩赐 对吗 所以我的小时候常会有这样一个困扰 你知道吗 等到我慢慢长大的时候 我才开始理解 因为别人认识我 其实他们一开始不太认识我 可是提起我的父母亲 因为我小时候还在金门长大 对不对 金门只有一间银行 你很难想象 对不对 OK 然后军方所有的银行 也只有那一间银行 你懂我意思吗 银行行员里面不超过十个人 对不对 所以几乎全岛的人基本上就会认识 你懂吗 所以他们认识我是因为我是某某某的孩子 然后都是银行的 父母亲都在银行上班的 基本上我要告诉你 也没有几个人这样子 OK 所以从小我就被认为 基本上我们家是开银行的 你懂不懂 OK 好 那这个误会其实就蛮大的 对吗 银行在那个时候 其实还算是蛮不错的一个职业 对吗 又是公营的行库 所以所有的人就觉得我的数学应该要很好 对吗 对嘛 你们应该觉得我数学看起来 蛮好的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 现在已经不太教这些人 小时候我们还要有珠算 对吗 会有心算 对吗 所以老师出一个珠算的题目 一定先说黄伟楠答案是多少 一定先拿我怎么样 开刀 我就发现完了 我就一直回去怎么样 跟我的父母亲求救 他们真的很厉害 那么小的一个珠子这样 然后呈法就这样 零点几 它就这样呈呈呈呈 就可以呈出来 我真的跟你讲 我在家里练了很久很久很久 可是我就没有办法怎么样 可以把珠算练得很好 所以我们刚才所谈的龙生龙 凤生凤 我不知道 这个在我的学艺里面 我好像最后呢 我们家的小孩都觉得 我们尽量不要跟金融业有关 OK 我们很喜欢小吃 但不能一直跟金融业事有关 所以我们家的小孩 尽量的就不要进到金融业去上班 可是感谢主我后来全职了 对不对 现在每天在银行上班 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每天接触的人都是怎么样 都是银行业的人 都是金融业事里面的人 我要谈的是什么呢 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 其实他就一直在谈一个主题 从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你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这也是保罗常常 他在写作的时候的一个特点 第四章的第一节 他说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对吗 蒙招行事为人 就当于蒙招的恩相称 然后后面他就开始解释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 有谈过这件事情 对不对 这是我们在上上词 然后接下来 其实这一段 中间这一大段都可以跳过去 其实整个第一节读完了之后 你可以直接接到什么 第十七节 因着前面你们蒙招 就当于蒙招的恩相称 对不对 行事为人 然后所以我就说在主里确实的说 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着什么 虚妄的心行事 然后保罗又开始讲别的了 但是这个别的跟那个虚妄的心 其实是有关的 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 虚妄的心来行事 OK 然后讲到第四章整个结束 第五章我们刚才念的第一节怎么说 他说所以你们怎么样 该效法神 好像什么 蒙慈爱的 简单来讲 保罗其实在第四章第五章 他其实都是用第一节 第十七节跟第五章的第一节 把它连起来 你翻一下圣经 我讲到你们一定要跟着圣经 因为没有圣经我不会讲到的 OK 所以来看一下第四章第一节 他说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来一起念 既然蒙昭行事为人 就当于蒙昭的恩乡称 然后接十七节 所以我说写在主里确实的说 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存虚妄的心神 然后接到第五章第一节 预备来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所以保罗其实他的 他的整个语记 整个逻辑的思维是这样 在今天的这个段落里面 他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蒙昭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不单单只是与蒙昭的恩乡称 我们既然蒙昭 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 效法神 为什么 因为神是我们的什么 父亲 许多的人认识上帝 认识耶稣 我再说许多的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 包括在座的我们也是一样 你从以前认识耶稣 认识上帝 你从哪里认识 不要跟我讲圣经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 连圣经都不想看 对吗 我们怎么认识上帝 怎么认识耶稣 其实从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对吗 所以其实我必须要说 很多时候 这一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 认识耶稣 其实是透过基督徒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 必须或者是自然的 应该要反映出上帝的什么 荣美 这是在这一段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要先说的 可是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要反映出上帝的荣美 不是你先已经反映出上帝的荣美 你才有资格成为基督徒 我们常在这个概念上会弄错 我不厌其烦的 一定要提醒各位这件事情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的生命应当要反映出 上帝生命的那个素质 神是圣洁的 对吗 神是公义的 神是良善的 神也是慈爱的 而基督徒的生命应当也是这样 第四章谈了很多的 这一些的主题 对吗 那我们的生命应当要反映出这一些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读以佛所书 你不了解的时候 很多人拿以佛所书来定别人的罪 你懂我的意思吗 来要求一些基督徒们 我觉得是蛮惨的一件事情 甚至要求非基督徒们 在生命当中也要做到这一些 他才有资格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要说这真是把自己难担的担子 放在别人身上 懂我的意思吗 忘记了自己 看到别人的眼中有吃 忘了自己眼中有什么 有良母 这就是耶稣在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法律塞人是这样 而今日的基督徒也很有可能是这样 特别心心诚实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想要让你们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蒙召 行事为人就当于蒙召的恩相称 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要妥协的事情 不是因为我们会有软弱 所以我们就好像就接受那个标准 好 从此以后你就这样 没有 我们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标准 可是怎么达到这样子的 我们需要上帝恩典的帮助 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 在一开始他提醒我们 是神的儿女就应该要效法神 而且好像蒙慈爱的儿女 蒙慈爱的儿女 他谈到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第一个 蒙慈爱的儿女他在这里讲说 要效法上帝的爱心和赦免 在这一段经文他讲的叫做什么 凭爱心行事 各位同姐妹 什么叫做凭爱心行事 其实在第四章的一开始的时候 他也谈到非常多的有关于这样的一件事情 谈到温柔 对吗 谈到忍耐 谈到爱心 谈到和平彼此联络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爱心 其实当我们每一个人相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生命当中要反映出上帝的爱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把爱跟上帝的公义 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觉得这两者是互相敌对 当我们在谈公义的时候 我们就会忘记爱这回事 对吗 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强调爱的时候 我们就会忘记公义这件事情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同姐妹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在天父上帝的身上 爱跟公义都是百分之百 你说 牧师 你数学真的很差 你基隆夜市的数学真的很差 这样不是百分之两百嘛 我告诉你 在神就是百分之两百 在他有完全的什么公义 他没有要减低他的公义的一丝一毫 可是他的公义也不会因为他有慈爱而怎么样降低 而他的慈爱也不因为他有公义 而他的爱就减少 用这个来去思想 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为我们所做的 在公义上 有人代替我们死了 我们可以在上帝 在好像审判的主面前 我们被怎么样 称为一 在爱上 神用他自己的独生爱子 舍命为了我们 这也是完全的爱 明白吗 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 但是我要说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这两件事情 其实很难放在一起 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一件事情 我忘记我在这里有没有提过 我就发现在人的生命当中 公义跟慈爱要放在一起 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的朋友 我们就一起 包含当时候的一些团契 一些朋友 我们就会在一些的暑假 或者寒假 我们会办一些 特别国中生的一些营会 甚至有一些儿童的一些营会 那有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 其实对我印象一直很深 每次我提到爱跟公园 我就不得不提这件事情 因为对我来讲 其实它是太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在那个营会当中 我们办了一个活动 那个活动其实是一个大地游戏 就是让所有的孩子们 可以怎么样 彼此互相的玩 就是在一个 我记得是在YWCA的一个营地 在头城那里 然后所有的人就在那里玩这样子 然后我们玩什么呢 玩小朋友就是水球大战 你知道吗 每一个小朋友背后都一张纸 OK 然后我们就会分队 然后他们就有一些水球 他们就可以去装水 然后他们有一些预备队 然后就打来打去 对不对 然后每一个队伍都有一个赢本部 他们那一张纸被打烂 他们那一队就输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不可以有肢体互相的接触 可是又要去攻击别人的那一张纸 然后自己如果身上的那一张纸被打烂 他也就死掉了 OK 因为以前实在没有那种 那种BB蛋的这种野外求生 我们只好那个时候比较克难用水球 也比较安全 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孩子 我记得他应该是已经是国中了 然后在那个游戏 因为我们用混零的方式 所以有一些年纪比较小的 差不多三四年纪 大概十岁左右的孩子 一个十五岁 一个差不多十岁左右的孩子 那个十岁的孩子 他就得理不饶人 就是反正因为他力气很大 对吗 他就用那个水球一直攻击那个孩子 其实那个孩子的身上的那个纸 已经烂了 对不对 可是他就是 你要知道有些孩子就没有办法受控 你知道吗 小朋友一旦过了那个 他就突然嗨起来 你知道吗 就一直打一直打 那个孩子就怎么样 哭了 OK 然后就来找我 然后我就一直跟那个孩子讲说 你们这个游戏就是游戏嘛 对不对 他很认真你知道吗 他真的觉得是世界大战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人已经死了 他就觉得那我再多打他一下 是他自己爱哭啊怎么样 然后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为什么讲不通呢 你应该要有爱 你是哥哥嘛 对吗 然后你应该爱护弟弟嘛 弟弟已经 就已经 那张纸已经被你打烂了 你还继续地打他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觉得 那这就是游戏嘛 对不对 我也不清楚到底有没有烂 反正我就一直丢这样子 就一直在那里顶 一直在那里顶 顶到后来你知道吗 连我都按捺不住 你知道吗 我当场旁边也有一桶的水球 你知道吗 我心想 我才跟你说都说不通 我来打你看看 让你可以怎么样 体会一下 我应该把它放下去 我真的球都拿起来了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觉得 真的是上帝阻止我 我要说了 其实我跟那个15岁的孩子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到底什么是公义 到底什么是慈爱 很多时候在我们里面 其实就是在那里抗衡 可是透过这件事情 上帝让我明白 到底什么是慈爱 对那个孩子来讲 他没有一点的道理 对我们理解 那他所说的公义 是在那个规则里面 好像可以说得过去 可是到底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我们好像蒙慈爱的儿女 在这里谈的 要平爱心行事 记得基督高高地坐在宝座上 他可以一直坐在那里 我们所有的人被审判 应该的 对吗 不折损他的荣耀 对吗 可是他愿意道成肉身 神为人的样式 为我们的追死在死这架上 在这一段经文 他特别讲说 当作新乡的贡物和祭物献给神 他在谈什么事 他谈到我们每一个人 要凭爱心行事 好像新乡的贡物来怎么样 献给神 各位众姐妹 你用什么献给神 很多时候我们想的是 礼拜天来敬拜 很多时候你想到的是 你唱赞美诗歌献给神 很多时候你想到的是 参加小组来 好像参与这些教会的 宗教性的活动 好像来怎么样 来献给神 很多时候我们心里 想的是这一些 可是在这里 他要告诉我们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是敬拜神 什么是献给神 好像心像的公物 是凭爱心行事 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 独生子 他陷在上帝的面前 就是舍了他自己的生命 而今天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 我再说一样 你为什么可以凭爱心行事 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 的确那个人不值得原谅 对不对 你用你的公义 的确可以对他那样子做 甚至你也很有道理 因为在我们职场 就是这样讲的 在我们业界就是这样 对吗 都没错 可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神的儿女 他特别这边提到 好像献慈爱的儿女 你被爱过 而你愿意的去爱别人 凭着爱心行事 当作新香的公物献给神 神以此为喜悦为满足 你想过这件事情吗 当你原谅一个人 当你接纳一个人 或者你不审判一个人 其实神悦纳你这样的一个行为 OK 我们继续了下去 再来他特别提到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蒙神慈爱的儿女 他在生命的一个表现上 他这边提到第三节 淫乱一切的误会或贪婪 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 方合什么 圣徒的体统 OK 蒙慈爱的儿女 有圣徒的体统 他后面讲到两个主要 我把它整理一下 一个就是淫乱这件事情 另外谈到的一个就是贪心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谈淫乱 我们比较把它 focus 或者是我们就会不自觉地 比较把重点放在那个 身体上的一个淫乱 我在说那是没有错 甚至在这里 当然他也有他的时代的一个背景 因为当时的这一些希腊 这一些的信仰 其实他们就是会跟那一些 妙计发生关系 透过这一些发生关系 然后给他钱 当成是给这个庙的奉献 然后给这些希腊的生命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文化 我在说 就跟他们喝水一样自然 你懂我意思吗 不会有人觉得这是奇怪的事情 在当时的时代 可是当然在我们的文化的传统里面 不允许这样的事情 OK 可是我在说的 这边谈的淫乱 不只是这件事情 一个错误的性的关系 一个婚外的一个性的关系 不单单只是谈这里 他在这边谈到的更是什么 其实是我们跟基督 跟上帝的关系的淫乱 整个圣经当中在谈淫乱这件事情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它是什么呢 谈的是我们这一些基督徒 我们这些蒙慈爱的儿女 懂我意思吗 这边谈的不是那些外邦人 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把重点 都只是放在这一些 外邦人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觉得好像他们淫乱 他们拜妈祖 他们拜关公 他们拜什么弥勒佛 或者是他们做这一些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把那个focus 都放在他们拜这一些的偶像 可是在这里谈到的淫乱 其实是针对谁的 各位弟兄姐妹 针对谁的 我们针对基督徒的 那基督徒会有什么淫乱 基督徒的淫乱 或者在这边就约的一个背景 就是基督徒除了神以外 还把其他的事情当做他的什么 偶像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会这样 谢谢 这边的淫乱不只是 那个身体上面性关系 这边的淫乱指的是 这一些基督徒 这些蒙慈爱的儿女 除了上帝这位老爸以外 我们还怎么样 我们还依靠别的事情 这个淫乱我必须要说 其实我们都会怎么样 都会有 而且我们很容易受影响 我自己生命当中发生一件事情 就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受洗 已经当了基督徒 很久也在教会 也领受上帝的恩典 可是我在一件事情上 那个时候真的有极大的一个挣扎 我高中的时候认识了耶稣 然后我就信了耶稣 然后我就 那个时候我身边当中 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同学很少人要直接 因为我从金门来 其实就是成绩 其实跟台北还是有成这样的差距 所以那一年 我其实大学就没有考上 当然自己也不努力 也是真的 对不对 那年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怎么样 重考 所以我就到补习班去南洋街 然后就报了一个 最有名的补习班去 老师你说什么都听不懂 真的有成乡差距 就在那里的补习补了一年 感谢主在那一年 真的我以前高中三年 都觉得好像没有念过 你知道吗 重新真的是把它念一次 那感谢主 我真的那一年就考上了 你知道吗 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发生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是一个补习班 那个时候我们就补习班 就要一起去报名 对吗 OK 然后我们就发现 那个时候我们的班主任 就跟我们讲 你们报名的时候 他就有一点暗示 你知道吗 你们报名的时候 你们填写完那些报名的资料 我们那时候 我记得要去台大 然后呢 他好像九点开始 就是缴较那个报名表 因为我们不是 不是学校 他不会由学校一起收集 你要个人去报名 对吗 OK 所以我们就每一个人那一天 就是补习班就放假 一个早上 就说我们全部都到那里去报名 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 九点钟开始报名 那个补习班的班主任就暗示 他说我算了一下 我去找了一下老师 我们那时候一班两百多人 挤得随些不通 明年早上八点半 是一个两层即时 我们班上的同学 我们就先在台大侧门 那边新生南路那边集合 然后完了集合 我们就从那个侧门 然后往那个方向走去 然后走的时候 每一个人深呼吸 然后那个文昌帝君 就会祝福你 你们这一次的考试 都应该怎么样 都很顺利 我还记得 你们想想 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我是基督徒 而且领受了上帝的恩典 我听到了这种 会觉得不屑一顾 那是表面上应该是 可是心里会不会觉得 如果别人真的因为这样 得到那个祝福 我没有 我们就掉了 有吗 你们有这样吗 我很诚实告诉你们 我那个时候是这样 所以其实前一天 我就一直很挣扎这件事情 如果是基督徒 做不做这件事情 理论上不需要嘛 对不对 依靠上帝的恩典 对吗 那都讲得快 你知道吗 在里面的挣扎 其实是很难的 那天早上 其实我九点到就可以 对吗 反正只要那天早上 去报名就可以了 你们猜我那天早上 几点起床 七点半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怎么样 心里有一点挣扎 然后我就记得 我那个时候搭505 然后一直走 新生 然后在台大那边下车 然后就想说 我到底要不要去 我远远地看着他们 看到那边都在集合 这样子 然后我有一些补习班同学 其实我没有全班都认识 伟男的赶快去那边 我那个时候其实心里 一直挣扎 我还记得我在那个 侧门的入口 在那边一直挣扎 到底要不要去 到底要不要去 你们猜我最后去了没有 没有去 感谢主 我也不知道 我哪里来的勇气 你知道吗 我就在那里 等到九点以后 我看到他们越过那个操场 然后往那边 好像有一个综合大楼 在那里 绞交一些报名 我在说的是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 我只是拿我自己做例子 你不要假 你里面都有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里面都会有那个挣扎 可是我要说的是 其实在这里谈的淫乱 其实是这件事情 是我们已经倚靠了上帝 我们已经有了这位父亲 我们还需要倚靠别的吗 不需要 可是很多时候 这些事情会成为我们的什么 好像一个试探 或者是很多时候 基督徒也就掉入了 那样一个试探里面 这边是这边谈的淫乱 另外一个谈的 神的儿女 蒙慈爱的儿女 有圣徒的体统 除了不淫乱以外 这边要特别谈到的是什么 贪心 或者这边用的字叫做贪婪 在哥罗西书三章 谈到贪心 其实跟拜偶像怎么样 一样 其实刚才讲的那个淫乱 跟这边的贪心 其实是同样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了上帝以外 你还觉得怎么样 不够 你需要有其他的东西 成为你的满足跟安全感 各位众姐妹 在这里看起来很简单 谈到你是蒙神慈爱的儿女 蒙神慈爱的儿女 你当有上帝的慈爱就够了 对吗 对吗 对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怎么样 不够 我们就要从其他的地方得着 我再说每一个人表现的方式不一样 有人比较在意的是权势 有没有影响力 贪心不一定都是贪财 你懂我意思吗 不一定都喜欢钱 他贪财只是拿一个大家 可能是最普遍的 对吗 不喜欢钱的举一下手 都喜欢对不对 感谢主 保罗就直接拿贪财做例子 贪心做例子 拿钱财这件事情上 他要表达的是 其实我们喜欢一些东西 胜过什么 上帝 有一些人 对不起 有一些人是权势 有一些人是地位 有些人努力了一生 就是要达到那个地位 没有达到那个地位 他就觉得怎么样 很困难你知道吗 当年我全职的时候 我跟丙韵师母 我们两个都是放下工作 对不对 其实我的父母亲 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信耶稣 后来他们信了耶稣 而在那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他们怎么自圆其说 你知道吗 我的爸爸就说 阿玛好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 读神学院 他真的不知道 怎么跟他的同事讲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记得 他就讲了一句话 阿玛好 丙韵也做到经理了 所以就可以去读神学院 这样子 就是可能在他的里面 他的生命当中 因为他就是银行出身的 经理对他来讲 是一辈子的梦 他当然最后 他也做到经理 对不对 可是那可能是他的什么 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 什么是你最重要的呢 权势 地位 还是有一些人是名声 有没有 有些人不爱钱 他真的不爱钱 可是他很爱惜他的羽毛 对吗 如果有人误会他 他会跟他拼命的 到底你在意的是什么呢 也许这一些在职场上 比较容易发生 对不对 权势 名声 地位 对吗 可是如果你是一般的人 家庭主妇 或者是你就没有 那么大的一个志向 很多时候 我们就需要安全感 我们就需要满足感 甚至我们的孩子 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对吗 当你的孩子 成绩没有超过你的时候 你会快疯掉 你这样子 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人 有 对吗 可能你的孩子 表现得没有 像其他的人好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觉得 我未来怎么办 贵中姐妹 很多时候 当我们不以上帝 为我们的全所有 为满足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就会掉入 这一段经文所说的 那个贪心 或者是淫乱 因为我们用其他的事物 取代了 上帝应该要给我们的满足 记得哦 你是蒙慈爱的儿女 这边他一直提到 这整个一段从第一节 一直到第七节 他提醒我们 我们要好像蒙慈爱的儿女 凭爱心行事 蒙慈爱的儿女呢 就只有一位父亲 以这位父亲 给你所有的一切 为什么 满足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后面呢 蒙慈爱的儿女呢 很多时候呢 会受一些事情的欺哄 他这边讲到 虚浮的话会欺哄 其实很多时候我在说 基督徒我们一样会受欺哄 我们会被欺骗的 包含在参亲这件事情 会有很多人 用很多你想要的东西 来怎么样 来吸引你 我为什么 其实我就去报名就好了嘛 对不对 我为什么七点多 我就想要起来 是因为我觉得 那是我生命当中 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那如果可以 有没有办法 你懂我说 虽然在那个挣扎当中 因为这上帝的恩典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确会陷入 这样一个挣扎里面 他要提醒我们 其实这个世上 有很多虚浮的话 会欺哄我们 会告诉我们 其他的事情 也可以满足我们 可以取代上帝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 你们明白耶稣受试探 对不对 耶稣近视之四十周夜 对不对 然后就受试探 对吗 那三个试探 其实根本就是 同一个试探 因为那三个试探 在一开始的时候 都一直强调反复一个字 你若是什么 神的儿子 我每一次谈到这个 我就会想起这件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 做神儿女 其实常常的试探是这样 你怎么知道 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怎么知道 你们怎么都没反应 你们怎么知道 你们是上帝的儿女吗 是 对不对 可是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因为圣经上说的 对不对 凡信耶稣基督的 我们都成为上帝的什么 儿女 神是信实的公义 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然后我们就做上帝的儿女 无瑕疵的儿女 对吗 是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可是我要说 这个世界不停地在试探 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女 这件事情 魔鬼会说 你若是神的儿女 你证明给我看 你要想办法证明吗 你若是上帝的儿女 其实你的朋友也会说 你们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儿女 你又是上帝的儿女 你怎么会碰见这件事情 你证明给我看 你工作要顺利 儿子小孩要听话 对不对 然后先生事业有很好的发展 你若是上帝的儿女 各位兄姐妹 很多时候 我们人一生就是为了要证明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可是耶稣受吃 他请问耶稣去证明了吗 耶稣吩咐石头变成食物了吗 耶稣从垫顶上跳下来了吗 耶稣拜他吗 把那世界一切的荣华 魔鬼就吃给耶稣了吗 耶稣面对试探只有一件事情 耶稣怎么回应 其实就是我是 我本来就是 我不需要证明我是 因为神说我是 我就是 各位兄姐妹 很多在这边谈的那个虚浮的话 试探我们 其实就是让我们想办法要去证明 你想办法去证明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已经开始怎么样 有一点动摇 你不需要证明的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 如果他一直要你证明 那是他的问题 不要评评 你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他在一开始 其实就是提醒我们 这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效法神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应该好像 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我再说一次 蒙慈爱的儿女会凭着爱心行事 蒙慈爱的儿女 他会和圣徒的体统 那个圣徒的体统 其实就是他只有唯一的上帝 他不会淫乱 他不会怎么样 贪心 蒙慈爱的儿女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不会被这一些 虚浮的话所怎么样 欺骗所蒙蔽 他明白 他是蒙慈爱的儿女 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 我是蒙慈爱的儿女 OK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 这一段经文当中的另外一个 他不但保罗提醒我们 是一个蒙慈爱的儿女 他更提醒我们是什么 光明的子女 他在这里他用一个怎么样 黑暗 暗昧之子跟光明之子 在第八节 他说你们从前是什么 暗昧 各位兄姐妹 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从前都在黑暗当中 对吗 基督徒一生下来 其实就往死里去 你知道吗 人就是自己找死 人没有上帝就是找死 以前我不明白这件事情 以前我总觉得是那些传福音给我的 害死我 你知道吗 对吗 因为我拒绝了耶稣 我就不能上天堂 本来我可以上天堂 遇见他 然后问我要不要信耶稣 我不信 反而我被推下地狱 这样 没有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人一生下来 不用人家教 人就是喜欢黑暗 人就往死里去 是这些传福音的人 是这些基督徒们 有一天是耶稣基督找到我们 把我们怎么样 往回 所以他这边一开始说 我们本来是暗昧的 在黑暗当中 他说 但如今在主里面 我们怎么样 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就当向光明的子女 他在这边要表达一件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各位兄姐妹 光 什么是黑暗 什么是光明 这个问题有很难吗 什么是黑暗 就是没有光明 对吗 就是这样 那有了光明 黑暗自然就怎么样 不见 我们以前为什么黑暗 因为没有神 我们生命当中 没有神照进来 我们黑暗 自己也不觉得自己黑暗 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没有一个光照进来 我们完全不明白自己是谁 不明白自己往死里去 以为那就是你 本来就是这样的 而有一天因为光照进来了 你才明白自己是什么 暗昧的 可是重要是 你不是只是 知道神是光 然后你自己是黑暗的 如今你必须要改变 重要是你要明白 你是光明的子女 你活在光明里面 然后你也可以慢慢地 行事为人 越来越怎么样 接近光 我再说我们没有办法 像神一样 自有永有地发出光 用一个更简单的比喻 我们只能是月亮而已 你懂我的意思吗 别人看我们月亮皎洁 是因为很远看我们 你知道吗 人很近我们就是坑坑巴巴 懂吗 人我们都以为 我们自己可以放光 对吗 可是你当月亮跟太阳 一比起来的时候 在白天的时候 看得见月亮吗 不太容易的 特别当阳光照耀的时候 是看不见的 而你一定要明白 我们其实是这样 基督徒的生命 只能反映出上帝的什么 荣美 这是这当中蛮重要的一件事 他提醒我们 我们是光明的子女 你一定要明白 上帝所喜悦的事情 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情 那你怎么知道 何为神所喜悦的事情 你简单来讲 你就一定要打开 让光什么 进来 当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或者你不要耶稣 做你生命当中的救主 我要说 你要知道 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 其实你不明白的 你只能从律法 从教条 从道德 从文化 或者从习惯里面 去定义每一个人 可是神说 你除非你把自己打开 你才明白 上帝在你里面 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 光照进来 光照进来 不单单只是显明我们的罪恶 光照进来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光也除去那个罪恶 你说 韦南牧师你在说什么 他会除去吗 是的 光不单单只是显明 我们里面的罪 里面的污秽 里面的肮脏 记得我刚才前面讲的 神不是只是公义的神 对吗 神还有什么 慈爱的神 很多时候基督徒 只是想要当光 把别人的黑暗怎么样 照出来 然后却不要帮他除去 你懂我的意思吗 基督徒很多时候 被这个世界讨厌是这样 基督徒有时候 蛮讨人厌的 你知道吗 自己明明黑黑的 你知道吗 然后就喜欢自己光照别人 拿上帝的光去照他 你看你都黑黑 其实别人看你里面也是什么 也是黑黑 对不对 OK 在这里他要表达一件事情 基督徒有那个 耶稣基督的光照在里面 很重要的是 不是只是显明你的罪而已 耶稣基督的那个光 还有另外一个是 也代表了什么 爱 光代表了爱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他不要拯救你 他就任凭你往死里去 对吗 他光照你不单单只是要 显明你的罪而已 他要让你明白 他如何的爱你 而且透过他的光 圣灵宝慧是要帮助你 面对你生命当中的困难 记得光照进来 不是因为你里面干净 懂我的意思吗 是他照进来 让你看见你里面的污秽跟黑暗 然后他告诉你 我可以帮助你除去你生命当中的黑暗 可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不太明白这一点 或者有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不太明白这一点 一直想办法要把里面清干净 对吗 我们昨天在跟几个弟兄分享 就发现我们生命当中都有同样的经历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会离开教会一段时间 原因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明白 我们就觉得信了耶稣之后 我里面应当要是什么 光明的嘛 应该要是洁白的 对不对 可是当我很认真地去面对我自己的生命 我就发现我里面肮脏啊 所以于是我不敢去教会 你知道吗 因为我对于福音的认识不够地清楚跟明白 我只以为那个光是来审判我 是来让我明白 我里面有很多的污秽肮脏 以前从来不觉得这是罪嘛 这是问题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就发现的确我有这个问题 可是我们还想靠自己的努力 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的生命当中就遇见困难 各位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这个当中会被卡住的 可是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做光明的子女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除了让这个光照入你的生命当中 你明白了何为上帝所喜悦 上帝所不喜悦的 那喜悦的呢 应当留意去行 对吗 不喜悦的呢 我们需要怎么样 要改变 对吗 要改变嘛 对吗 可是改变要靠自己的能力 有时候有困难 对吗 那怎么办 再次的依靠这个光 所照进来的恩典跟能力 记得耶稣基督说 祂来不是只是要定罪 祂来是要为了拯救 那个光不单单只是要来照明黑暗 我一直强调这一点 那个光照进去 也是要做一个消毒杀菌 甚至帮助你可以恢复你生命的 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这件事情 最后这一段经文 我很喜欢的是 我们来看最后 第十四节 他说 所以主说 你这睡着的人怎么样 当醒过来 然后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 在这一段之前 他前面讲到 凡事受了责备 就被光显明出来 对不对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他这里的翻译 会让我们有一点点误会 其实他在这边想要表达的是 光明的儿女 被上帝的光明显现出来 我再说一次 他在这里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是 光明的儿女 怎么知道你是光明的儿女 是因为上帝的光怎么样 照着你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光明的儿女是什么 是我里面要很干净 懂吗 你跟旁边的弟兄姐妹 讲说你真的要成为一个圣洁 无瑕疵的 要靠你自己的能力不可能 你跟旁边的讲说 那是没可能的事 真的 你要靠你自己的能力 死了这条心 你知道吗 你真的不要想要靠你自己 你越想要靠你自己 你越在这件事情上 你到最后会做一个选择 我不要上帝了 因为你靠你自己不行嘛 所以你又觉得你不被上帝接纳 到了最后你只有一个方法 怎么样 离开上帝 许多人其实就这样 你说 文南牧师真的那么 就是这样 我说对 就是这样 我看过许多的人 因为新耶稣信得够久了 对吗 许多在我之前的人 最后怎么样 离开 原因是因为什么 因为光照进来 他没有想到这个光 也带着恩典跟能力 可以被上帝所爱 他只想说这个光 只是带来了什么 审判 然后他想要靠着自己的能力 被上帝称义 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可以靠着你自己的能力 被上帝称义 你就不需要信耶稣了 懂吗 你就不需要信耶稣了 可是我们都要信耶稣 对吗 原因是因为 我们需要被光显明出来黑暗 我们也需要被光怎么样 照耀 以至于他在这一段 他用了一个结论是 你在睡梦当中 你就可以怎么样 醒过来 我不晓得在今天之前 你是不是在睡觉 或者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睡觉 可是我一定要理解 当光照进来的时候 不要再睡了 不要再拒绝光照进来了 你应当要怎么样 醒起 或者在这一段经文 用了一个更强烈的方式 叫做什么 死里复活 我再说 要靠着你自己 去完成 上帝那个光明的子女 那个蒙慈爱的儿女 你是必死的 温戏耶 可是你可以死里复活的关键是 你相信上帝会怎么样 帮助你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他不是要透过这一些 我们很多时候读第五章 第四章第五章 很不爱读你知道吗 因为读完就被什么 定罪 读完就被怎么样 审判 淫乱我有 贪心我有 贪心更多的拜偶像 我有 那不然就是一直强调 自己没有 自己没有这样子 然后就一直在那里挣扎 可是各位听众姐妹 我希望我们今天 每一个人都怎么样 可以醒过来 每一个人都可以 从死里复活的原因 是因为神的光怎么样 照着你 谈了那么多 两个主题不要忘记 效法神 蒙神的恩兆 第一个好像什么 蒙慈爱的儿女 蒙慈爱的儿女 记得你有一位天父上帝爱你 没有人能够夺去 没有任何人能够定你的罪 除了那位上帝以外 他已经接纳你 所以你要活出来 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不要想要去证明他 你懂吗 你就是了 第二个呢 要活得像一个光明的子女 那个光明的子女 不是你里面有光明 那个光明的子女 是你愿意怎么样 上帝的光照到你 你愿意试着去改变 即使跌倒 我再说 即使 碰见困难 可是 都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反映出上帝的什么 光明 上帝的荣美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希望每一个人 很认真地面对自己的生命 因为神的光药照进来 我要请敬拜团上来 好不好 我要请弟兄姐妹 你们再次地看 这一段的经文 也许我刚才整理了 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段落 可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透过这一段信息 这一段经文 我们真实地被提醒 真实地被调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